第484集 外面的人听到屋里传来的笑声,都开心了 这说明杨如新是接纳了五福 别看他平时挺好说话 其实真正能看上的人并不多 于是,大家的笑容就更加灿烂了 很快到了中午,董家人是要在这里吃饭的 午饭却是要董五福去做 女人呐,厨艺可是检查贤惠与否的重要指标 杨如新看着董五福进了厨房,那麻利的身影 就知道这姑娘是个做家务的好手 不过,她却不能继续待着了 毕竟出来一个时辰了 家里的三颗豆子都该饿了 三叔祖等人也知道情况 所以也没强留 只让杨如新提了一包糖果回去 这是习俗 杨如新也没推辞 董家和杨家的人也知道了 杨如新要董五福秀屏风的事儿 都很高兴 大家知道,只要是入了新儿的眼 那将来五福的身价就不会低了 董五福做饭的手艺还是不错的 反正杨家人都很满意 那么这场看门也算是完美落幕了 饭后不久,采琴过来了 手里拿着布料丝线 交代了屏风的底座颜色和木质 然后就走了 之前她以为高攀了 现在看来,咱们五福呀,也不差 五福的二婶回到家之后 忍不住有些不屑 闭嘴吧 五福的二叔却瞪了媳妇眼 眼皮子浅的东西 我咋了 五福二婶被骂蒙了 弟妹呀 五福娘却笑了 你以为真的是咱五福的手艺 好的人家要用咱们吗 大嫂,什么意思呀 那杨如新可是三品大官 人家手里的铺子产业无数 听说光绣妆就好几个呢 手里的绣娘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了吧 比五福厉害的有的是 哼,五福是个有福的 五福爹笑眯眯的抽离口烟 那杨如林跟杨如新关系最好 人家是帮衬嫂子 看看吧 这副屏风绣完了 五福的嫁妆什么的都不用愁了 五福二婶虽然眼皮子浅点 但是人不坏 听了大家的分析也就明白了 还好,你没当场说乱七八糟的话 否则这亲事还不一定能成呢 五福二叔白了自家媳妇一眼 我又不是林不清的 这不就是在自家说说嘛 五福二婶说着站起身 走到了五福住的厢房门口 五福啊,你安心做绣活 家里的活呀,二婶都包了 以后啊,你可要帮衬一下你的弟弟妹妹 五福笑了 二婶,怎么是一家人 五福的二婶就笑了 转身过去跟大哥嫂子商量起婚事来 最后一致决定 杨家给的十两银子的聘金留下 等五福秀屏风的银子 无论多少都给她带着做嫁妆 对于董五福 杨如新的确是存了帮衬的心 那平方是为了给太后祝寿的 太后的寿臣是在腊月十九 两个月的时间正合适 当然,她也没将希望全放在五福身上 另外,还准备了 到时候好就用,不好就算了 这个事儿放下了 回家吃了午饭 将三个豆子喂饱之后 自己也歇了一个午觉 也不过就睡过去而已 就被一个噪音给吵醒了 李家燕 你要是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儿找我 我肯定不打死你 却都会打残你 杨如新咬牙切齿地从卧室里走出来 头发都没来得及疏 就那么散在身后 我都要死了 是不是很重要 李家燕一点也不怕杨如新 实际地扑过来抱住了杨如新的胳膊 星儿 你要是不管我 我真的要跳河了 到时候我变成水鬼 显天地过来和和你 行了 杨如新嫌弃地把她推开 坐好了说 要不然 给你扔出去 还谁鬼呢 你现在就跟鬼似的 李家燕瞬间就在椅子上坐好 只是脸上满是委屈 我呀 肯定是屈辞鬼 行了 爷卖惨了 说吧 到底什么事儿 杨如新揉了揉脑门 端起水杯 喝了一口温水 那连锦叔 实在是太不要脸了 天天跑我家去当孝子贤孙的 现在李姨那两口子 已经彻底被她收买了 我如果继续不成亲 她肯定不死心 所以 星儿 看在咱们关系这么好的份上 你得帮我呀 帮我找个男人 立马就成亲 杨如新刚喝到嘴里的水 直接就喷了 采琴急忙递了一块帕子过来 嘴角也跟着瞅瞅 这李家燕还真是 语不惊人 死不休呀 李家燕 你当成亲是买萝卜呢 说找就找呀 你家里不是有好多未婚青年吗 随便给我找一个就好了 李家燕却一脸认真 只要能立马给我成亲 只要将来不纳妾 不骗我 我就给她生儿子 当然 如果不愿意嘛 那来个假成亲也行 只要能将那个姓莲的打发了 以后就可以互不相干 当然 我会感激她的 你没法烧吧 杨如新抬手摸了一下李家燕的脑袋 嗯 很正常呀 我说的是真的 李家燕一把就将杨如新的爪子给拉了下来 你家里的那个顾鸣顾成都行 再不计顾乔那个老男人也行 或者木简那个老光棍也能凑合 光灯 呆在屋顶上的顾鸣顾成直接掉了下来 而老光棍木简则直接腿一软趴在地上 至于正跟着顾清衡往回赶的老男人顾桥 也是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一向身体很好的她 还以为自己着凉了呢 李家燕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杨如新抚合 我知道呀 李家燕横横的点头 我也是没办法呀 那姓莲的太不要脸了 我爹娘对那家伙印象越来越好 我真的怕他们那天受不住诱惑 一点头就把我给卖了 就你这身无二两肉的样子 估计也卖不出价吧 此时一个欠扁的声音传了过来 然后就看到书落一边啃着梨 一边走了进来 你说什么呢 李家燕顿时报了 谁无二两肉了 我这叫身材好 总比你个花孔雀娘娘强吧 你 书落顿时 被堵得牙痛 梨都啃不下去了 花孔雀 娘娘腔 这么别致的称呼 是说我吗 这丫头嘴 可真毒 你什么你 李家燕嫌弃的撇了撇嘴 一个男人 长得跟女人似的 看着都个影人 这你个女人 长得跟男人似的 看着也不怎么养眼呢 书落的嘴也很毒 刚才是懵了 现在反应过来 自然不会相让 这要凶没凶 要屁股没屁股的 你 现在轮到李家燕吃憋了 不过忽然扭头看了眼杨如新 这个臭娘娘腔是谁呀 杨如新此时 重新端了一杯水 正慢条丝里的喝着 然后很有兴趣的 看着两个人在斗嘴 听到李家燕询问 急忙咳嗽两声 你们之前见过的呀 不记得了吗 这是外公家 书家的小公子书落 我男人的小表弟呀 杨如新顿时有些 同情书落了 这么出色的少年 愣是被人遗忘了 果然书落的脸色 就跟踩了大便似的 见过吗 我忘了 李家燕摸摸鼻子 没办法 没特色的人不容易记住 哼 那是你脑残眼下 书落吃笑了一声 你才脑残眼下呢 李家燕跳脚 你以为自己是谁呀 难道每个见到你的人 都会记住吗 呸 我呸 书落也回了一句 杨如新俯额 虽然书落年纪最小 平时也有点不着调 但性子却还是沉稳的 还是第一次看他这么幼稚呢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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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燕跳脚大叫 你个泼妇 书落也跳脚 好了 杨如新猛的一拍桌子 你们俩 要是将我的孩子们吵醒了 就都给我滚蛋 两个人顿时怂了 李家燕 你不是要急着找男人成亲吗 我这小表弟就不错呀 比那个姓莲的长得好看 也比姓莲的有钱有底 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碾压姓莲的呀 杨如新扫了两人一眼 看你俩斗鸡眼的样子 凑在一起也不错嘛 不要 结果 书落和李家燕同时出声 我不要娘娘枪 我不要男人婆 杨如新再次喷笑了 两个人被杨如新笑得都不自在 集体转身往外走 结果到了门口的时候 因为争抢 还撞在一起 卡在门口了 你让开 李家燕扒着门框不撒手 你让开 书落扒着另外一边的门框 也不撒手 你是男的 你得让到女的 这里哪有女的 我怎么没看见 姓书的 你到底让不让 李家燕怒了 姓李的 本少爷就是不让 你 你信不信我咬你 你敢 啊 结果 书落抱着胳膊原地跳脚 而李家燕却气昂昂地跑了 杨如新捂着肚子直哀哟 哎哟 哎哟 妈呀 这两个活宝可笑死我了 这小子怎么了 此时听到动静的众人都走了进来 书行更是一脸疑惑 被一个美女给咬了 杨如新揉了揉笑得发酸的脸 我呢 还是第一次见到小表弟这么幼稚的一面 那是个疯狗 书落就大吼一声 转身就走 他得找那个死丫头算账去 咬了自己就拉倒了吗 那怎么行 反正他知道他家住哪儿 书行皱了皱眉 原本想训斥几句 结果还没张嘴 小孙子就没影了 最后只能看向杨如新 不会是李家那丫头 将这小子给气成这样吧 是 刚才两个人呢 都炸毛了 嗯 那丫头还真厉害 书行咋巴了一下嘴 外公 你介意孙媳妇的出身吗 杨如新好笑地看了眼书行 人好就行 关键是他们看对眼才好 要是以前的书行 说不定还重视门第 但是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现在都看淡了 心儿虽说是个农女 可是却比任何一个世家小姐都厉害 也只有这样的女子 才配得上外孙 而小孙子 也没有继承家业的压力 那就随他的心意 也是不错的 有外公这句话就好 说不定这次过来 表弟的终身大事就能解决了 那可就太好了 书行一听 府长道 我立马给老二送信 让他也来一趟 其实 他是了解李家情况的 虽然不显赫 但是起码家风清白 李家宴那丫头 也是心思纯正的 如果书落真的喜欢 那就成全他们 外公 事儿还没定下来呢 你先别着急呀 先看看情况再说 杨如新急忙摆摆手 这老爷子也太心急了 看来书落的婚事 没少让家里人上火 成 那我都听心儿的 此时 李家宴羞脑的 从杨家跑了出来 他都不知道 自己刚才是怎么了 反正看见书落那张脸 就想怼 不过跑出来之后 又冷静了下来 深深的叹了口气 想回家 又不愿意看到连锦书 不回家吧 又没地方可去 就只能慢悠悠的 往村里走 小野 刚走了没多久 迎面就看到了 那个讨厌的人 一脸惊喜的 朝这边跑了过来 我终于 看见你了 连锦书 你到底什么目的呀 李家宴真的是烦死了 索性将话直接问了出来 我知道 你根本就不是喜欢我 可是你这么处心积虑 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家有什么指的你图谋的 你说什么呀 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 连锦书 这里没外人 你就别演戏了 李家宴摆了摆手 我又不是傻子 如果你不是图谋我们家 那难不成 你处心积虑的 是为了杨柔心吗 爹娘被他哄得懵了 可自己清醒得很 连锦书眼里闪过一抹慌乱 不过 在对方没发觉的时候 就消失不见 露出一副受伤的表情 小燕 我真的没有任何目的 我就是单纯的被你吸引 我真的想娶你为妻 我保证将来 一定会好好对你 真的 说着 上前一步 就抓住了李家宴的手 你比那些说话 都不敢高盛的大小姐强多了 你放开我 李家宴吓了一跳 努力的想要挣脱 但是对方的力气 显然比较大 自己根本就挣脱不开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你怎么就不信呢 连锦书将李家宴 往怀里带 哼 只要有了肌肤之亲 你这丫头 也就逃不掉了 可是李家宴 那是一只小野猫呀 睁不开 也不会束手就擒的 低头一口 就咬在对方的胳膊上 连锦书顿时倒吸口凉气 抬手就朝着 对方的后脖颈 砍了过去 只是手还没落下呢 就被人给抓住了 不由得抬眼 看见的 却是一张无比精致的脸 光天化之下 你耍流氓啊 书落原本 是想去找李懿告状的 也好教训一下 这个臭丫头 却没想到 竟然遇到丫头被欺负了 随时冲了上去 他莫名的不太喜欢 别人欺负这丫头 更何况 这个男人眼神不纯正 一看就是个心思多的 李家宴趁机 睁开了对方的前置 躲到了书落的身后 此时 他不会傻到 跟书落互怼的 连锦书的眼里 闪过一抹阴狠 不过 很快收敛起来 你是什么人 刚才被对方 一握手腕 他知道 对方是个恋家子 我是路过的人呐 书落摊摊手 那就不要多管闲事 连锦书做了个深呼吸 我跟家宴 是未婚的夫妻 所以 你放屁 李家宴却大叫一声 我跟你 什么关系都没有 书落笑了笑 这位公子 看来好像是你自己 一厢请愿呢 这里可是大不东村 不是你家 光天化日之下 调戒狼家妇女 可是要判刑的 我们的亲事 是他父母都已经承认的 只是家宴跟我有点小误会 正在闹别扭而已 我刚从李家出来 不信 你可以去问李叔和李婶 连锦书脸上的笑容 无懈可击 书落扭头 看向李家宴 李家宴有些郁闷 他发现了 这个连锦书 在爹娘面前 绝对是偏偏君子 但是 只要离开了爹娘的跟前 他就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流氓 看脸书落 那略带细腻的毛子 不由得忽力口气 连锦书 你知道我为什么 看不上你吗 连锦书皱起了眉 因为我喜欢的男人是他 李家宴说着 朝着书落靠近了一小步 之前是因为 他的家世太显赫了 我不敢说 但是现在 如意夫人 已经给我做主了 像我许配给书小少爷 他比你长得好看 比你有身份 比你有地位 我是瞎了才会喜欢你 所以 你不要纠缠了 书落顿时 瞪圆了眼睛 一时之间震惊的 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连锦书的眉头 却皱得老高 你们 我们现在就回去 跟我爹娘摊牌的 之前不说 是怕打击你 我以为委婉一点 你能明白 却没想到 你还是死缠烂打的 那就不好意思了 李家宴 看着连锦书 那变了的脸色 心里别提多畅快了 拉起书落 转身就走 书落终于回神 脚甩开他 但是李家宴 力气很大的 抱住了他的胳膊 压低声音道 书小少爷 那我欠你的 请你帮我一次 要不然 要不然 我要么嫁给这个渣子 要么就跳河自杀 你忍心看我落得那样的下场吗 关我屁事 你刚才咬了我呢 书落说着 将胳膊抬了起来 你这是属狗的 书落哥哥 刚才是我错了 现在我让你咬回来 李家宴真的是能屈能伸 此时闭着眼 将手伸了过去 看着小丫头 一脸慷慨就义的模样 书落愣是生不起气来了 最后只能自我安慰的 失日行一善吧 谁让他骨子里 是个善良的人呢 随即就将那爪子拍掉 太脏了 我怕中毒 你 书落挑眉 看着又要炸毛的丫头 不过 李家宴不傻 此时炸毛 那刚才的谎言 就又不成立了 所以瞬间 自己就将毛给顺了 书落心里乐翻了 怎么以前没想到 这丫头这么有趣啊 而这两个人的互动 在连锦叔的眼里 就是特别亲密 他不由地握紧了拳头 得到进了村子 拐了一个弯 李家宴这才松开了书落 书落哥哥 谢谢你啊 多少还是显出了 一点小女孩的羞涩来 就一句谢谢就完了 书落双手还胸 挑眉看向眼前的丫头 知道书家的门第吗 我祖父 那可是做过先帝帝师的人 是天下学子的楷模 虽然如今不为官了 但是名望仍就在 你就这么将他最小 最宠爱的孙子的名声 给卖坏了 李家宴瞬间就被唬住了 因为他的确知道 书家很厉害 却没想到竟然这么厉害 那可是书香门第呀 自己刚才的确是太莽撞了 可是怎么办呢 只能哭着一张脸 那 那怎么办 看来嘛 书落刚想继续逗逗着丫头 却忽然耳朵一动 其妈伸手就将小丫头 抱进了怀里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席山里汉 蜡币山里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